各位U Magazine的讀者,你们好,我是大师姐 今天我会为你们做的就是这个辣味糊头糕 这个糊头糕其实就是我妈妈以前每一年都会做的 现在我做的时候每一次做 就令我想起在家里面糊头糕的味道 那现在我们就进去我的厨房 我就做这个辣味糊头糕给你们 首先我们已经把那个瑶柱浸了两个小时 然后就切碎它,让它不要黏牙 然后就虾米我们也是浸了水 留下一些虾米和瑶柱水 稍后我们做糕 这样就这个腊肠和这个腊肉 我们都切小粒的 因为我就喜欢多些那个面 可以炒香一点,那就那个糕会香一点 冬菇也是要浸水的 这样就浸到它收了些水的时候 我们就切小粒了 现在这个芋头呢 芋头就不要说切到它太小粒 不要说有一粒绿豆 千万不要 因为这些芋头 需要就是我们稍后要爆一下它 爆它的时候 我们再要加一些上汤和水去炒它的时候 它会融的 所以我们切大粒一点 然后一会有一半就会融了 来用了 我们这个芋头 我们现在要切 首先切一条纹 这样就大小 大家尽量是一样的 买那个芋头的时候 记住就是千万不要说贪重身 越重身就是代表它的水分多 我们这个芋头是需要有粉的感觉 那我们就切完这个片之后 那我们现在就是切粒了 那我们就尽量去收它 那然后就是这些芋头 我们切好粒之后 就可以开始去煮这个芋头糕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挑可 那我们就把这个芋头糕 那我们就把这个芋头糕 那我们是用这个清素红 那我们就要取出了好好来 那它少数是要的色uell 都 fucking 用来吃氈 然后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嗯 那就用这样了 那我们之后就奇二 Okey 很久不之像说 它是没有这个粉粒才是正确的 首先我们将我们的材料爆了它 这样有次序的 我们先爆虾米 让虾米香的时候才放其他的材料 我们就放一点油 大约是1汤匙 然后我们就放虾米 虾米我们就要爆到它有香味 这个锅里好像跳舞 它已经够热了 现在先爆一下 我就不需要很大的火来爆它 让它慢慢的热力 让虾味出来 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腊肉 还有这个腊肠 这个腊肠腊肉是很容易熟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来做 就是等那些腊味的油份出来 继续这个时间 那些虾米都一样在爆 当这里已经看到 你见到有些烟出来的时候 这些是那个腊味的油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下一个冬菇 再炒它一会儿 现在已经闻到很香的腊味的味道 那我们最后就下一个瑶柱 我现在就下一个大约是两汤匙的油 就用来炒这个芋头的 芋头是比较瘦的 所以变成它需要的油分比较多些 那我们就热了一个锅 然后就下这个芋头 这个芋头我们需要先爆香它 芋头它里面没有什么水分的 那所以你炒它的时候 我们需要这个面有少少啡黄 是令到它有这个锅的油的香味 现在我们这个芋头就是热了 那我们就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下这个五香粉 那五香粉一下之后 就记住要爆到五香粉闻到很香 才可以是下水的 那现在五香粉下去了 我们要不停地炒均匀 千万不要这样 放下去拌一会儿就可以 不可以 一定要闻到那个五香粉的味 才可以 现在我们炒了 都是那二十秒 这个五香粉的味 是未够的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炒到 那些五香粉的味 已经出来了 那很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下水了 那些五香粉 就下其他一些的调味料 那有这个 那有这个 盐 麻油 糖 我是用黄糖 那和呢 那些少许的 这个胡椒粉 那我们呢 就炒均匀它 那现在你们会觉得呢 那些芋头和水 大家分开的 那你不用担心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是盖住它 那然后呢 等它煮一会儿 一会儿呢 就等那些芋头熟了 开始呢 有一半是融了出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就是最适合的了 那现在我们先盖一盖它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是用猛火呢 它来煮一个芋头呢 是四分钟 那现在呢 它呢 已经是 已经是开始是淋的了 那我们呢 就用那个锅铲 那它锅下去 那它锅下去 那它的作用是怎样呢 是将那些芋头呢 就是多锅它 它让那些粉 出了来 那然后呢 就一会儿 用来 是加上那些粉浆 那每一块 这个芋头糕呢 都会呢 是有这个芋头的味道了 那现在呢 我们呢 就是加上这个材料 加上这个粉浆 那我们呢 就是倒入这个芋头的里面 那我们呢 就将那些材料 粉浆放进去的时候呢 现在你会见到 那些粉浆 已经是和那些芋头 是在一起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是关火 那然后呢 就是将这个 这个芋头的 这个浆 和那些味料呢 齐呢 是摆进去那个 那个盆子那里呢 就可以用来蒸这个芋头糕了 那我就用一个长的盆子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那这样呢 就把这个面呢 稍微呢 刮平它 那然后呢 水滚的时候呢 我们就放下去 这样就蒸呢 一个钟头 那中间呢 记住呢 我们是大火啦 就和呢 每隔几个字呢 就不要开盖 这样加水 那然后呢 蒸一个钟头 就试一试中间熟不熟呢 那就可以了 蒸好了 这个糕呢 我们可以拿它出来 但是要放冰 放冰了 才可以切的 要不然呢 那个糕会散的 那现在呢 这个芋头糕呢 就蒸好了 那我不如呢 就讲下一些小提示给大家啦 那首先呢 这个糕呢 最紧要呢 就当然要芋头靓啦 那这个芋头 那这个差不多样的 那我们要怎样选呢 那我们要选呢 一滴上手 要呢 要轻身的 千万不要以为呢 要重身 这个是错的 芋头要选轻身 那接着呢 我呢 就是要切这个芋头糕了 那有些朋友呢 就说切高呢 又切到散了 又切得不漂亮啊 那其实呢 高切呢 不是一下这样下去 一下下去的时候呢 里面呢 有一个纳尾的粒 硬粒 会硬着把刀呢 就会是烂的 我们呢 要用这个 拉鞋的方式 那一落的时候 就呢 前前后后地落 那前后 那落的时候呢 那这样平呢 就很平的了 就要这样去做法 那 每一块都是 那然后呢 说真的 你们呢 你呢 那第三个提示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要煎糕了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说 煎糕呢 就要快快手了 其实就不是的 要慢火 加一点油 那然后呢 那两面呢 是煎到金黄 那记住呢 就是大约 如果是四块 那么大块的膏呢 我们大约是两茶匙的油 煎完了之后 我们呢 就用厨房纸 印干它 然后才上碟 就会一块 那下面 就像一样